第二關也是足總盃 星期六十四場 白禮頓主場對西暴浪作客 今場球來說 我個人稱高白禮頓 所以選擇讓球 平半的,低水的,1.65 低水和主客和確實有些分別 起碼真的叫平手半球 低一點也保障一點 選擇讓球主隊 其實都是薄中的 最主要來說 選擇主隊的白禮頓 其實就不只是贏級數 本身來說兩隊英冠都經常碰頭 都算是互有勝負 今場球為何會選擇白禮頓 確實來說 白禮頓今季來說 在聯賽上來說 其實主場都相當硬 舒比對手是前列分子的英超 只要利物浦 車路士和熱刺 嚴格來說 主場基本上都比較難打 強隊過來都不容易得分 今場球 是一隊足總盃的 所謂第五圈 進級八強 事實上白禮頓上櫃也有分 踢到八強 今季來說 我相信聯賽沒有什麼爭 這些踢得到上一級便上一級 對手西部朗 其實現在在聯賽爭標 反圍頗有曙光 即是前列幾位 我相信戰意可能都會有 但不及聯賽重要性高 他可能有機會 即是在聯賽上有機會直接升班 所以來講 我覺得兩隊球這樣秤 我始終都是對主場的白禮頓 英超球隊 秤高一點 所以今場球來講 讓球主隊勝 低水一點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過關 今天這條過關 這一組來講簡單一點 二穿一 兩場都讓球 給大家參考 希望中了他 可以收到一定的回報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星期六的過關 一樣可以中了他